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美国职棒大联盟全明星赛即将在下周登场 台湾时间15号也公布了全雷达大赛最终参赛名单 首轮将由费城人史瓦伯对上红雀老将普侯斯 而国民队的强打少年索托则是对上守护者的拉米瑞兹 已经连续两届获得全雷达大赛冠军的北极熊阿龙索 将对上勇士阿库尼亚挑战十无前例的三连霸 而在最后一刻地不进名单的席格 则要面对水手的罗德里奎兹 不过会让球迷小小失望的 是今年看不到大谷祥平参加全雷达赛了 因为大谷做出了决定 要专心在全明星赛投打二刀流 去年大谷在全明星赛前轰出33发全雷达 但赛后却只打出13轰 各界都在推测 是不是因为参加了全雷达大赛后 影响了下半季表现 如今大谷将专心备战全明星赛 球迷也期盼在这个中夏夜之梦的盛会里 能看到Otani桑最棒的二刀流表现 华氏新闻杨志福盘见人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氏 还没有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氏YouTube介绍